第二題 毛毛箱石頭丟入一瓶頸無波且水深相同的湖水中 在湖面同時製造出甲乙兩個水波波紋如土所示 下列有關於甲乙兩水波的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看到這裡寫了一個水深相同 這意思是要告訴我們波數是一樣的 因為深水傳波比較快 淺水傳波比較慢 這我們上課的時候有簡單的帶到過 那麼同時看到它兩個波紋一個梳一個蜜 假的波紋比較酥表示同樣的時間產生的波比較少 也就是頻率比較小 乙的波紋比較密表示相同時間產生的波數比較多 表示頻率比較高 根據我們的公式v等於f乘以lamb 那我們的波數是一樣的 所以呢假的 波數是這樣假的頻率比較小 所以波長就會比較大 乙的呢 乙的頻率比較大所以波長就會比較小 所以a敘述說假的波長較長是對的 但波數較快是錯的 因為他們的波數是一樣 那麼乙的敘述說乙的頻率較大是對的 但是波數較快也是錯的 因為他們的波數是一樣大 那麼c說頻率無法比較也是錯的 我們可以由波紋知道誰的頻率高誰的頻率低 所以c呢也是錯的 所以答案只有珠是正確的 所以第 第二題問我們說有關於假以lambi的水波的敘述 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珠 假的頻率比較小 乙的頻率呢 比較大 然後呢 他的 但是兩個水波的 波數呢是相等的 好 好